老外搬来了一台比自己岁数还大的电视机 但是休着休着发现已经组装不起来了 于是干脆把电视机给拆开了 只留下了一个显示屏 把屏幕从屋顶给扔了下来 可不仅仅是电视机 就算是家里的电冰箱也不例外 老外直接钻进了电冰箱当中 打算在里面待一段时间 一开始觉得还挺凉快的 但是慢慢的温度变得越来越低 最低温是零下20摄氏度 当然老外也没有坚持多长的时间 很快从里面出来了 失败的老外非常的气愤 于是就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些鞭炮 鞭炮点燃之后 冰箱一下子就裂开了 从里面冒出了一股巨大的烟雾 冰箱的碎片也飞得到处都是 也不知道怎么着 老外就是和冰箱过不去了 又找来了一台冰箱 打算从高处扔下来 慢慢的把冰箱给扛了上去 接下来就把冰箱扳了上去 直接就给推了下来 冰箱也是狠狠的摔到了地上 冰箱门也掉了下来 冰箱的下半部分也已经摔变形了 当然老外还往下面扔了一些其他的电器 不得不说老外的实验真的是太做了 像这种实验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大家可千万不要模仿啊 能有迴ruk Damas 都会在一起